削骨失敗如狗咬,男子以切削骨成功救援 台北市一名男子因幾年前的下鱷削骨手術 術後發現下鱷輪廓線不順,可以摸到鋸齒臟的骨頭 右邊下鱷骨疑似被切得太多骨頭,造成有以下鱷骨輪廓線消失 於是前往拍攝面部頭骨CT,發現下鱷骨線條竟然變成鋸齒臟有如狗咬 於是不斷前往各整形診所之需求助 經過多方的比較,這位病患決定將二次削骨的困難工作 托付給國青蟲醫師 他其實之前在別的手術醫師那邊進行過一次不成功的下鱷骨腳手術 因為前一次手術切割的線條並不是一個好的弧線 所以會造成切割的路線前後端都有不順的地方 這個在電腦斷層上面可以看到明顯的瑕疵 手術完之後他當然對前一次手術的結果不滿意 他比較過很多醫師,也跟很多醫師討論過後 其實其他醫師對於第二次手術的掌握度或許給他的信心不夠 所以他最後就是決定在我們這邊手術 這位先生他其實本身對於第二次手術的要求特別高 本身他是做電腦業 所以手術前為了避免重複第一次手術的失敗 他其實對於第二次手術他想要進行的下鱷骨的切割路線 還有他術後希望的弧線 有提供非常精確他想要的樣子 那因為他個人的要求比較高 我想這也就是其他醫師可能會 跟他討論的時候會比較保留 讓他覺得比較害怕 不想在其他醫師那邊手術的原因 那這位病患除了左邊的下鱷骨切割的弧線不順之外 右邊的下鱷骨其實前一次手術也切得太多了 他覺得後面的這個腳變得完全沒有 那少了一點男生應該有的陽剛的氣息 那這種下鱷骨切得太多的 目前最好的處理方式是用3D列印模擬去重組 可以提供一個蠻精確的下鱷骨的重建 那所以他的右側的下鱷骨 主要是靠3D列印去把切得過多的骨角補充回來 左邊要重新再切割一次 來達到他想要的新的弧線 病患其實如果前一次手術已經有不好的結果 那也不要覺得沒有希望 可以再多跟其他醫師討論 如果說醫師對於手術的掌握度是更純熟的話 這些二次肖骨去改善第一次肖骨失敗的方式 其實還是可行的 手術後病患原本骨刺不平整的部分 按照術前的規劃 切下來的骨頭 與術前模擬的大小形狀幾乎完全一樣 右下鱷骨骨角利用3D列印技術重建的形狀 也與病患的期待高度相似 捕捉了所有缺算的部分 修正了整體輪廓線條 病患對於手術的結果相當滿意 如果有一次剖骨手術失敗的病患 不要因此而放棄 只要慎選合格的專科醫師進行二次剖骨手術 並充分與醫師討論評估 一定可以重拾有資訊的人生 其實網絡上剖骨失敗的案例層出不窮 一名貌似應聲不現做的香港男子 因對有少少少的上顎感到不滿 而到台灣接受正顎骨及削拳骨的整形手術 但是就換來臉合高低不對稱 左邊臉部粒陷 牙齒咬合不正齊的問題 容貌的改變令他不敢再見朋友 情緒帶受困擾 體重亦急跌30磅 原本打算接受修正手術 但香港多名整形醫師 愛與風險過高而拒絕 令港男悔不當初 還說如果我是女生的話 一早就走去自殺了 整形外科醫師提醒 接受每項整容手術前 必須與醫師做好溝通 多方比較 選擎轉業度高 累積案例較多的醫師 才能降低風險